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传搭档李瑞 以及亚洲处长的歌手李文和芒果经纪人沈玲 不知道宝宝们对于这样的阵容公布 会更期待哪一对组合的表现呢 芒果经纪人为了让自家歌手上头条 在现场为自家歌手我要上头条 发表了各自大演说 今天投票最高是哈岸乐团 你们任何人对于我如何哭 怎么哭 哪种姿势哭 现场哭 他就哭 跪着哭 躺着哭 被人公主抱哭 我都没有意见 只要你们能够把明天的头条 给我们的哈岸乐团 对于张大大的任性要求 李维嘉的演讲 老老觉得更是漂亮 就连李克勤都回应 反而太大了 别 别乱讲啊 如果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抢到头条 并且克勤进了歌王争霸之夜的话 我跟他两个人持多挪泳一段 在王国提名 你要考虑到我家里面有老婆跟小孩子吗 考虑到了 对于嘉业的要求 老老是讲说 永迟一发好 今后两位来挪泳 不过 要求大招放得最好的 还得当初拜托三组合 李锐和赵船 不仅现场给大家发红包 还表示 将用新人的心态 参加每一次敬演 勇于退赛 我们今天会以一个 新人赵船的姿态 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会和每一位选手最公平的竞争 还有要跟大家宣布的是 我们绝对不会退赛 而现场主持沈梦辰也表示 会在一位神秘大咖 登上我是歌手第四季的舞台 芒果拉星人 小伙伴们 1月15号晚10点 湖南卫视 我是歌手第四季 一定要约起来哦 对了 在芒果TV也会在四日零点 选望独播 报道